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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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是江南山制造呢 我个古段从西汉以后 历朝历代都在朝廷内是有一个机构 专门附着皇帝 用的丝绸产品的生产 江南山制造 也就是清 顺治二年 三年 公元的1645年到1646年之间 相继在南京 苏州 杭州 三地设立的三个制造机构 设置在南京的叫江宁制造 另外两个分别叫苏州制造 杭州制造 那么做丝绸的江南山制造和红楼梦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关系可大了 很多研究学者认为 红楼梦中间的四大家族的原型 是康熙年间的江南山制造 而且做丝绸的江南山制造 还是康熙的三个密探机构 这个冠地有没有道理呢 我认为是有的 多个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 红楼梦中 贾 史 王 穴 四大家族是主角 红楼梦中间的很多故事 都是围绕这四大家族展开的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开始 就对四大家族有个整体的出场 也是小说中间的唯一一次 四大家族集体出场的片段 就是在红楼梦的第四回 《葫芦生乱判葫芦案》 讲的是贾语成啊 刚到英天府做官 就结了一个案子 徐宝财的哥哥徐盘 为了抢一个丫头 也就是我们小说中的相邻 叫手下把一个姓冯的人打死了 当来这个姓冯的人家里面 也不肯罢休啊 就把这个官司告到了 英天府来 贾语成 心惯善愣 说打死了人 就这样走了 给我把他抓回来 就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旁边一个门子啊 也就是我们讲的差异 在使劲地给他递眼色 这个时候贾语成就在想 我也是新冠上任 这个地方也是人生地不熟 如果说做错了事情 我前面的努力就白费了 他就把门子啊 叫到一边 就跟门子讲 诶 你为什么给我递眼是吧 门子啊 这个时候从口袋里面 就掏出了一张纸 给贾语成 贾不贾 白玉碑堂 金作马 厄旁公 三百里 住不下 金陵一个石 东海缺少白玉床 龙王来请金陵王 奉年好大学 珍珠如土 金如铁 也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几句话中间 甲 使 王 缺 这就是 《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 贾语成啊 开外这个东西以后 门子非常严肃的 跟贾语成说 这叫做 护官府 上面的每一个人家 都是我们本省 最有钱 最有权 最有事 的人家 如果你要在这币当官 得罪了上面任何一家人家 不带你的乌纱帽 保不住 可能离你的性命 也会保不住 贾语成听完这个话以后 才恍然大悟 他就赶快 吵吵地把这个案子结了 前面我们讲了 《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 它的原型是江南三制造 那么康熙年间的江南三制造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 这么大的影响力 让这个江南的地方官 害怕成这样呢 这个我们要从康熙年间 江南三制造 是如何成为康熙年间的三个 密探机构的说起 康熙啊 八岁登基 十四岁清政 在位六十一年 是中国历史上 占位最长的皇帝 他清政以后啊 马上就意识到 这个江南地区啊 是中国最著名的 鱼米之乡 丝绸之府 而且国家的主要的税数来源 都来源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 量价的波动 天气的变化 都会引起整个国家的动荡 所以 康熙意识到 这个地区老百姓的一言一行 官员的一举一动 我都要能够知道 我都要能够了路指掌 那么康熙真的怎么办呢 他大部分的时间 只能坐在紫禁城内 听江南官员的汇报 也就是看他们的奏折 这个奏折啊 你懂的 八九不离十 都是报喜不报忧 不是江南老百姓 安居乐业 就是粮食大丰收 这一点啊 康熙皇帝 非常清楚 但也是恨之路过 康熙在想啊 我余地听你们这帮官员们 说空话说假话说大话 那我还不如 悄悄地 安排几个人 住到江南去 就登在江南 了解江南的 第一些的情报 第一些的动态 如果我掌握了这些情况 江南地区 就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那选谁好呢 选几个人去好呢 我也不能随随便便血啊 所以 康熙想啊 这一个人 首先必须要对我 百分之一百的忠诚 第二点 要有办事的能力 不能给我在江南 出乱子 康熙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啊 马上就想到了 身边一个人 也就是他的 御前侍卫 也就是他的 提升警卫 这个人是谁呢 不是别人 就是 《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卿的爷爷 曹寅 曹寅 曹寅啊 康熙皇帝亲政之后 对于内户府辖属的江南三制造 却给予特殊重用 他不仅陆续违用自己的亲信 分别担任江宁 苏州 杭州 制造之职 并特许给予官房赤书 授予钦差此刻 其权势最贤赫实 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 而曹寅生于公元1658年 比康熙皇帝小四岁 17岁入宫成为御前侍卫 直到康熙帝有意让他出任江宁制造 也不过才二十多岁 那么年纪轻轻的曹寅 有什么特殊之处 让康熙帝对他青睐有加呢 说到这里啊 我们要说起曹雪清的祖奶奶 也就是曹雪清的爷爷 曹寅的母亲孙氏 康熙小的时候啊 他的保姆就是孙氏 这个保姆啊 和我们今天讲的保姆不一样 他不是奶妈 也不是专门管康熙的四川住行的 而是专门负责 康熙的素质教育 比如说给康熙 叫宫廷的礼仪 叫他如何带人祭物 叫他要好好的学习 所以康熙和孙氏的关系啊 非常不一般 清朝有个规定 就是妃子生了皇子以后啊 他都是由保姆带的 他跟亲生母亲不是在一起住的 康熙呢更加可怜 他小的时候出天花 为了怕传染给其他的王子 就被迫搬到了紫禁城外 那么天花今天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在当时啊 那是一个不治之症 很难看好的 但是康熙在孙氏的细性照料下 他活了下来 这一点康熙心中非常清楚 也非常之感动 关于这一段故事 文系有记载 特别是在康熙六十大时候的时候 他回忆了这段经历 文系上是这么说的 因正幼年时未经出斗 令保姆护士与紫禁城外 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成欢 此证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大家看看 一个幼小的孩子 多么渴望自己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 谁跟他一起待的时间长 谁待他好 在他心中就是最亲的人 根据史料记载 孙氏和康熙之间 他感情非常好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 也就是在公元的1699年 康熙第三次下嘉南 到了南京 就住在了江宁制造 这一年孙氏已经是六十八岁了 走起路来都参参未未 但是康熙来了 但是康熙来了 皇帝来了 他还是在朝影的参夫下 要出来拜见皇帝 还没有等孙氏下跪的时候 康熙就快步就跑过去 把孙氏扶了起来 而且还对了大臣们说 这就是我们家的老人 文献中间 文献中间对这一段也有记载 上 见子 施喜 邪 劳志悦 此五家老人也 散兰身后 惠亭中 宣花开 随御书 宣瑞唐 三大字 以赐 上 就是皇上的意思 这里他帮了大臣们的秘书 是我们皇家的长辈 应该是不怎么合适的 但是 这可能也是康熙当时的 真情流露 真情表白 康熙还专门写了这个三个字 宣瑞唐 赏之给 孙氏 这个宣 就草字头下面一个宣传的宣 宣草 在古代就是妈妈的意思 所以康熙写这三个字 也表明孙氏才到心目中间 就是他的妈妈 他写这三个字也表示 希望生死能够 幸福 安康 长寿 从这里啊 我们不难看出 在康熙心目中间 潮家 就是他自己的家 潮家 每一个人 就是他最信任的人 那么 那么潮影呢 中17岁 开始 就是他的御前侍卫 和他一起生活 一起上学 一起学乎 保护着他 所以在康熙心中 认为潮影是品行能力最强的 是做江南密探的第一能选 密探选好以后啊 一定要有个身份来给他做掩护 我们在电视啊 电影里面经常看到 这个密探 表面上面是做生意的 开茶馆的 看饭店的 案例里面是 收集情报 传递信息的 那么康熙给潮影 用了一个什么身份做掩护 来做江南的密探呢 不是别的 就是江南三支兆 康熙为什么选择江南三支兆 作为掩护呢 原因啊有两个方面 第一点 江南三支兆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 他的位置比较好 他在南京 苏州 杭州 那么这三个地方 是江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 他和皇帝的关系比较近 从康熙二年开始 江南三支兆就归内务府管理 内务府啊 就是管理康熙家里面的 四川住行的 第三点 江南三支兆和当地政府没有关系 他讲话做事 不需要固解当地政府的面子 所以他可以讲真话 所以他可以讲真话讲实话 这一点啊 康熙是最满意的 第二点呢 在江南三支兆和江南三支兆 和江南三支兆有非常深的渊源 而江南三支兆和江南三支兆 发生的事情都记下来 每次进京的时候 都当面向康熙做详细的汇报 这边康熙也是很高兴的 所以在潮汐管理江宁制造的时候 江宁制造已经有一点点 将来密台的苗头了 众多闻所未闻的历史细节 普洁啊吓了一跳 普仪呢也吓得面如土灰 大量见所未见的资料图片 彩虹 你还有王法吗 许多想未感想的皇家密文 他这手枪稳住成一拍 给你脸你不要啊 百家奖谈系列节目 末代皇族的心声下不 敬请关注 江南三制造的先天优势 再加上曹家人和康熙皇帝的特殊关系 江南三制造变成康熙皇帝的密探机构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 根据实书记载 公元1684年 曹熙因劳累过度 病死在任上 曹寅马上从北京赶回南京奔丧 康熙皇帝认为 这正是让曹寅接管江南制造的最佳时机 可万万没想到 就因为一件事情 竟然让曹寅接管江南制造的计划 落空了 原来曹寅是曹熙另外一个妻子生的 康熙保姆 孙氏 有一个亲生儿子 叫曹宣 比曹寅啊 小几岁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孙氏就在想 如果曹寅 带任江南制造 那我自己的亲生儿子 不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 孙氏啊 就越想越不高兴 自从曹寅去世以后 他们曹家的内部矛盾 就起来了 曹宇是一个心胸宽阔 非常大气的一个人 他看起家里面发生了这么多矛盾 就主动和康熙说 能不能把江南制造给曹宣去做 康熙啊 对江南制造是有想法的 是有安排的 当然不会同意 但是 如果在这个时候 让曹寅 马上带任 江南制造 肯定让 孙氏要伤心 在这个时候 康熙皇帝是左右为难 我们平时说 清关南端家务事 这个时候 康熙也碰到了难了 观众朋友们 如果是你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怎么办 康熙皇帝啊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面 占位最长的皇帝 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 充分写出了他的一个 做事风格和非凡的政治才能 首先 他既没有让曹宣做 也没有让曹颖做 而是把他们两位啊 带到了京城 让曹宣呢 做他的御前侍卫 跟在他身边 每次出宫的时候 都带上他 一方面 让孙氏啊 给受到增进 第二个呢 也让曹宣呢 认为很重视他 过了三年啊 康熙认为 他们家的矛盾缓和一点了 就让曹颖 去担任苏州制造 而且啊 专门关照曹颖 说你一定要把 孙氏待在身边 亲自照顾 亲自供养 缓解你们家的矛盾 曹颖在苏州啊 真正干了三年 义务也非常熟悉了 而且呢 和孙氏自己的矛盾 也缓解了 康熙认为 实际成熟 又给他 安排了新的工作 让他既带任苏州制造 又接任 家宁制造 又过了两年 康熙认为 实际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正式把曹颖 从苏州调到了南京 正式成为 江宁制造 康熙为了曹颖 担任江宁制造 整整花了八年的时间 应该说 康熙在这件事情上面是 用心良苦 曹颖调到南京去以后啊 成为江宁制造的CEO 标志着 江南灭滩 正式成立 也就是 康熙做了一个模板 其余两个啊 就是复制 就可以了 苏州的CEO 叫李旭 他是谁呢 他是 康熙皇帝 另外一个保姆的儿子 这件事情也是无乔不成熟 康熙啊 对他也是非常了解 杭州制造 成为江南的密财机构 要晚一些 一直到了 1706年 康熙啊 派了一个 升文成的 来担任 杭州制造 那他是谁呢 他是曹颖 亲自考察 认为他的能力 品行都非常优秀 然后向康熙推荐的 公元1706年 江南三制造 是里程碑性质的 江南三制造 不仅成为 朝廷皇帝 做丝绸 做龙袍的机构 而且正式 成了康熙皇帝 三个密探机构 这个时候 江南地区 就在康熙皇帝的 掌空之下 据记载 身为江南三制造之首的 江宁制造 从曹洗为首任郎中 到棋子曹寅 孙曹庸 曹府出任辞职 前后长达六十余年 尤其是康熙帝 一生六次男群 五次以江宁制造为行宫 四次指示曹寅借价 由此可见 康熙皇帝 重信曹家的程度 非同一般 而苏州制造李旭 杭州制造孙文成 也是格外受到 康熙皇帝的重视和信任 那么他们三个人 获得了江南许多情报以后 又是如何向 康熙皇帝汇报的呢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康熙皇帝嘱咐曹寅 一次用了四个小心呢 写秘密奏折啊 这是康熙皇帝的一个发明 普通的就是写奏折 因为要写奏折 传给皇帝啊 需要由大臣们一届一届的审核 实际非常长 那秘密奏折 就是直接可以呈给皇帝 一般得到的回复啊 大概二十天左右 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啊 我举几个例子 康熙是怎么回复的 公元一七零四节 曹颖啊 专门给康熙写了一个例子 康熙开完以后啊 是这样回复的 唐有疑难之事 可以密者请子 凡奏折不口令人写 带有风声 关系匪浅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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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听错 我也没有贴有家处 康熙皇帝啊 确确实的写了四个小信 我们平时啊 小孩子出家门 说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如果我们碰到重要的事情 让部下去办事情 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一定要小心 但是观众朋友们 你有没有听哪一个人 一次性给你输够四个小信的 那么康熙皇帝 在这里 连续写了四个小信 我认为 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 他对江南三支兆的重视 也就是对密探机构的重视 第二个呢 在他心里啊 还是 对三个密探机构 不是太放心 在公元一七零八年 康熙啊 还有一个批复 是这样写的 以后有文 地方细小指示 必具密则来奏 大家看看 康熙皇帝啊 是日理外籍的皇帝 他也想听听 江南地区的八卦新闻 想听听 芝麻 绿豆大的小事 我为了研究 江南三支兆 我把 他们三家 写给 皇帝的秘密咒子啊 我都看了一遍 告诉大家 他们三个人啊 真的 写了很多的八卦新闻 给康熙皇帝 譬如说 哪家与哪家吵架 哪天哪天下雨了 哪个官与哪一个官有矛盾 哪家不小心起火了 这些事情啊 康熙皇帝 都收到了他们的密集 都看了 而且 还都批字了 那么 康熙皇帝 是不是真的想听八卦新闻呢 我认为 康熙皇帝 真正想听的 是江南地区老百姓 最基层的声音 康熙皇帝想的是 通过这个基层的消息 能够达稳他统治的基础 我们查阅了一下 康熙啊 总共收到的秘密咒折 约三千余份 这是我们戏代沉下来的 曹雪晴家 写了一百九十一份 书作的李徐家 写了四百一十三份 杭州制造的 孙文成 写了两百一十三份 他们三家 总共写了八百一十七份 沾康熙收到总秘密质的 近三成 所以 江南三制造 是康熙年间 最大的密探机构 江南的天气变化 梁降波动 老百姓的 一言一行 做官的 一举一动 多在 江南三制造的监控之下 而且 他们是可以直接 给皇帝写秘密咒折的 所以 江南三制造 可以说 是全是通天的 当时 在江南 做官 如果说 你不小心 做错了事 被 曹家 李家 生家的人 知道了 或者你不小心 都醉了 曹家 李家 生家的人 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 可能脑袋 已经 搬家了 这和 红楼梦小说中间 开始啊 门子说的是一样的 说你在 应天府 做官 一定要有 护官府 如果不小心 得罪了上面的人家 你不但 官位 保不住 连你的性命 也保不住 另外 红楼梦一开始啊 还借了 门子的口 说 这四大家族啊 是联络有亲 相互照应 相互观照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四家 联络有亲 一损俱损 亿荣俱荣 互相扶持照应 在现实生活中间 也有一个人 说过和门子 类似的话 这个人是谁呢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啊 在1706年 对江南山之道 说过这么一段话 山处之道 似同一体 需要猴气 若有一人行事不端 两人说他 改够别罢 若不穿杆 就会参塌 意思是说 你们三个制造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需要和和气气 相互关心 相互关照 还要相互 相互 监督 那么在现实中间 曹家 李家 孙家 也是 沾亲淡故的 苏州制造的李旭 他的妹妹 就嫁给了曹寅 杭州制造的 孙文成 他姓孙 他是曹寅母亲 孙氏的亲戚 所以 今天 我讲了 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曹雪芹家 与江南三制造 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他们家 有几个人 曾管理过 江南三制造 第二点 小说中的四大家族 能够隆等 护官府的前侍卫 而且是最能左右 江南地区官员 命运的机构 现实中间 江南三制造 是康熙皇帝的 密探机构 他们的全是 多次通天的 第三点 小说中间的 贾 石 王 穴 四大家族 是联络友情 所以我认为 红楼梦中的 四大家族的原型 是康熙年间的 江南三制造 那么康熙年间的 江南三制造 分别对应了 红楼梦 四大家族中间的 哪三家呢 那么康熙皇帝 这三个密探机构 为皇帝完成了 哪些密探任务呢 下一集 我们继续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